我們看到這邊他們又用他的川普的年紀 還有他的體重 他過去有沒有生過什麼病 來對照疫情的數據裡面 發現說他有一些狀況 可能住院的可能性 重病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比方說他們舉一個例子 從18 29的年輕人比較之下 65到74歲之間 這一線如果你得了武漢肺炎 住院的風險會多5倍 那死亡的風險會高出90倍 不巧的是川普剛好是74歲 而且他的這個身體 我們看高強旱大對不對 190公分 體重110公斤 這個是我們在講說BMI族群裡面 也是高風險的這一塊 江醫師怎麼看 沒錯 在我們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一個問題 就是說肥胖的人 好像比較轉重症的機會比較高 那在這個川普 你剛才您講的這個身高體重算起來 他BMI30.5 那30.5就是肥胖症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因為超過三十以上 那超過三十以上這種 悲胖症的病人 他轉重症的機率是正常人的三倍 你可以說他這一次感染 他需要變成重症 大概有二十Percent會變重症 那他變重症之後 有多少機會死掉 大概一半 因為七十四歲的人得到這個新冠肺炎 目前的死亡率是八點六個Percent 八點六Percent不是很小的死亡率 代表十二個人就要死掉一個人 所以其實也讓人家幫川普 覺得很擔心 但是川普 他是國家級的照護 那可能又不太一樣 沒有錯 你可以覺得說他也許會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不過先天的弱點 比如說年紀 肥胖 這個是沒辦法用國家的力量來挽救的 那當然國家力量能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他現在用的那個所謂的雙個單株抗體 打進去體內那個治療 我跟你講單株抗體 這治療一向很貴 如果這個觀眾朋友家裡人 有人癌症打過單株抗體 就是那個動輒一百萬到四百萬之間的 川普沒有問題 川普反對有錢人 他一定打得起 而且他是多 這個叫做綜合療法 他不只打了兩個單株抗體 他還打了那個 還吃了那個心 因為心在之前研究 被發現說 好像也可以對抗這個所謂的病毒的繁殖 他甚至用上退黑激素 反正有路由的 我以為退黑激素是睡不著在吃的 是不是 但他可能對這個也有一些效果 對 也有一些認為說 他可以對抗病毒的繁殖 那江醫師不好意思 我們先來看看川普 他雖然生病之後 他在這個軍機要載他到 這個醫療中心的時候 他有揮揮手還比個讚 還包括他有另外錄了一段影片 來表示說他要謝謝很多人 那他跟他的夫人呢 他說我們目前的這個狀態還不錯 只有18秒的影片 我們一起來看 好 鄉醫師我們剛剛看到那個18秒的影片呢 他就是站在一個位置上 那顯然那個攝影機 Maybe有一個人在他比較距離遠一點的地方 那他就講說我的狀況我是 我不錯 我夫人的狀況也不錯 從那個18秒可以看得出來一些什麼樣的訊息嗎 因為我們知道說潛伏期他要等一點點時間 比方說五到七天是不是一個最關鍵的時刻 沒錯 其實你注意看他剛才講話已經不太像他以前講話這樣子 非常洪亮的一個講法 那如果講話沒有那麼洪亮 你就擔心說他的呼吸道是不是有相當的感染 那這個叫做新冠肺炎 所以他代表他很容易到下呼吸道去 那一旦到下呼吸道去的話 結果就會可能會很不好 不但死亡率高 而且帶了很多的所謂的併發症 甚至後面的肺纖維化等等的問題 那當然剛才講到說他會不會意識不清 當然這個新冠肺炎 有人也證實說他從鼻炎進去之後 一路往下走 一路往腦袋走 所以有一部分的病人 是這樣子分流 他是往上往下都會影響 對 所以有一部分人事實上後來產生什麼 沾望等等的所謂類似病毒性腦炎的現象 所以我們也不能講說他能繼續的 一定就能繼續維持住 他這個這個治國的能力 所以我相信美國現在一定可以緊密的評估 這個情況 他到底什麼時候會失去他治國能力 然後把這個權力轉移到下一個人 那其實 我其實有疑問 那時候強生他也是偏胖的 那他也有就是職務代理人 那個外相 所以其實就是說進入到由其他人 來站待那個職務 其實是蠻可能發生的 沒錯 因為其實像這種東西 如果一旦你有一點意識不清 你做的判斷可能就會很奇怪 你知道嗎 就像我們的病人 如果有人尿毒性腦病變他沒事他也懷疑他老婆騙他或他老婆在偷人幹嘛 老婆都已經八十歲了 他也在懷疑 所以這種事情一旦產生腦炎的時候什麼稀奇古怪的講法都會產生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是由大家主政的話 那他決定要不要發動戰爭 或是要不要對抗誰的時候這個決定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其實在一個那麼大的國家發生這種事其實坦白講真的 其實蠻令大家覺得失望的 代表他整個抗議能力的失敗 因為他白宮是重點防守的地方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各位記不記得當初有講過白宮的 SOP是建川普的人一定要先經過亞培的快篩篩過才能建川普 可是不是我們一直在講說那個快篩可能會有偽陽性偽陰性的問題嗎 沒錯 現在就幾個問題 你注意看看那個亞培的快篩他現在沒有推到全世界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很多人懷疑他的效果 那第二個問題是根據這次發生事情之後 白宮某些記者講說 我們有些人都有常規的接受檢測 可是有些人沒有 他們真的是日日塞 天天塞 就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你每次要建一次 那不就是要再篩檢一次嗎 理論上要這樣做 可是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搞半年了 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都會所謂的防疫疲勞的問題 一件事情都沒有發生 那做了半年之後 你也會覺得很無聊 你知道嗎 你也會覺得很無聊 你也會覺得ậm子 你就是身體重uring